本节课分为四部分内容讲述 第一部分 我们将通过几个场景 回顾一下第一章中学习过的期货的产生过程 进而我将通过具体合约的展示 带你进一步了解目前市场中交易的丰富多彩的期货产品 第二部分 我将会带你走进期货市场 让你对期货市场的基本框架有整体系统的把握 第三部分 请将自己想象成为一名期货交易者 跟随我一起熟悉基本的交易流程与交易机制 第四部分 我将带你继续了解期货的市场报价 理解基本的行情术语 首先请你跟随我来看这样几个场景 场景一 如果你是一个粮食经销商 之前存储了一批股物 由于担心股物集体上市会压低其市场价格 希望提前确定 未来某一时间股物出售的收益 于是你找到一个粮食加工商 就未来某一时间交易股物的品种价格数量达成协议 这就是我们上一小节讲到的远期合约 但是如果你找不到合适的粮食加工商达成协议 比如说你们就合约的细则 如股物质量或价格不能达成一致 或者你担心对方不能按照约定履约 怎么办 这时远期合约便不能满足像你这样的对冲者的需求 情景二 如果你对玉米市场有多年的研究与独到的见解 根据近期的玉米行情 你判断未来一段时间玉米会涨价 像利用这样的预测在市场当中赚一笔 但你并不需要玉米的真实交割 显然远期也不能满足像你这样的投机者的需求 情景三 如果你长期跟踪几种农产品的市场行情 发现与玉米处于同一产业链上的玉米淀粉的价格 同玉米价格之间的均衡规律被打破 预测两者之间的价格规律在不久的将来会回归 需要对两者同时进行反向操作 并待价格规律回归时 结束之前的交易已锁定收益 显然你也不需要对玉米和玉米淀粉的实际交割 远期也不能满足像你这样的套利者的需求 于是为了满足以上更为广泛的交易需求 期货合约与期货交易所便应运而生了 请你回顾一下第一章中 关于期货合约和期货交易所的发展历史 你会发现 实际上大多数的期货合约及期货市场 最初都是从农产品的远期交易发展而来的 比如芝加哥交易所以及我国的商品交易所 回到之前的情景中 我们来看一下标准化的期货合约有哪些基本要素 假设对玉米期货有需求的对冲者 投机者和套利者都来到大连商品交易所 他们会看到这样一个标准化的玉米期货合约 合约中约定了交易品种为黄玉米 并且对玉米的质量等级有很严格的规定 我们可以看到合约里有一条 是大商所玉米交割的质量标准 查阅附件你会看到交易所对交割玉米的杂志 水分 色泽 气味等都有很具体的要求 对不符合要求的玉米质量也有明确的价格补偿措施 同时交易所对于食物交割需求的商品期货 都有指定的交割仓库 这里显示的就是大商所进行玉米交割的指定仓库 交易单位为10吨每首 交易单位实际上影响的是一手合约的价值 在这里一手合约对应的是10吨黄玉米的价值 而这样的一个价值是用来计算你进入期货交易需要多少保证金 比如这里的最低交易保证金为合约价值的5% 也就是说你想进入玉米期货的交易购买一手合约 至少需要金额为每吨玉米的期货价格乘以10吨乘以5%的保证金 由此可见交易单位的大小的设定相当于一个交易门槛 而保证金的设定起到的是杠杆的作用 以小额的保证金去博取价格变动带来的大额合约价值上的收益 举个例子 比如签约时的期货价格为1800元每吨 那么该合约的价值就为18000元每首 要进入一手的期货合约的交易只需要交纳900元 而如果直接投资玉米 900元只能买到半吨的玉米 假设玉米价格上涨5% 对于玉米的直接购买者赚了5%乘以900等于45元 而对于该玉米期货的购买者 赚了5%乘以18000元等于900元 翻了一倍 内似的当玉米价格下跌50% 对于玉米的直接购买者只赔了5%乘以900等于45元 对于该玉米期货的购买者却血本无归 这就是期货保证金所起到的杠杆作用 会把收益或者是损失成倍的放大 这也意味着期货交易具有高风险 所以交易所会设定具体的措施去监控期货交易的风险 比如在合约里你会看到涨跌停板幅度 一般期货交易的最低保证金 要求都不低于该合约的涨跌停板幅度 另外在交易机制上也会有具体的措施 比如带户报告制度等等 我们在后面介绍期货交易机制时 再做详细的说明 此外我们还看到交易所对于玉米期货合约的 合约月份交易时间 最后交易日、最后交割日、交割方式等等 都有非常明确具体的说明 需要注意的是 最后交割日为最后交易日后的第三个交易日 从停止交易到最终的交割会有一段期限 较远期的指定交割日会更加宽松 以上便是大商所玉米期货合约的基本要素 回顾一下远期的基本定义 即交易双方签订的在未来确定的时间 按照确定的价格购买或者是出售某项资产的协议 那么期货就是在交易所交易的标准化的远期合约 从上述玉米期货的具体要素当中 我们可以体会这里的标准化 指的是合约对标的资产 比如说质量等级、合约规模或者叫交易单位 报价方式、交割方式 比如交割的时间、地点、付款的方式 每日的价格限制等等都有明确具体的要求 标准化的期货合约可以增大市场的流动性 加深市场厚度 除了上述以玉米期货为代表的农产品期货外 常见的商品内期货还有以金银铜为代表的金属期货 和以原油、天然气、天然橡胶等为代表的能源和化工内的期货 而以金融资产为标准的金融内期货 较商品期货的产生要晚一些 由于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 获利大幅波动 市场中出现避险需求 芝加哥商业交易所CME 于1972年的5月陆续推出英镑、加元、德国马克、日本 瑞士法郎、墨西哥比索 以及意大利里拉等7种外汇期货的交易合约 标指着金融内期货的诞生 至今芝加哥商业交易所CME 与芝加哥交易所以及纽约商业交易所 合并为芝加哥商业交易所集团 我们称为CME Group 提供品种丰富的期货期权等衍生品的交易及结算 成为全球领先的衍生品交易集团 而对于我国来说 如第一章所述 期货市场自1999年之后 经历了一系列的整顿与规范 2006年的9月 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 我们简称中金所成立 2010年的4月 中金所推出了互申300 股指期货合约 标志着我国金融内期货的诞生 金融内期货诞生之后发展迅猛 品种也越来越丰富 从交割方式上来看 大多以现金结算 比如股指期货 汇率期货等等 也有少数以食物进行交割 比如股票期货 国债期货等等 以上就是第一小节当中对期货合约的概述 好的 谢谢